大家好,经常会有花有发现自己的茶花呀 这个时候已经冒出了非常多的新芽 这个植株的状态还是非常好的 然后盆土也不偏减 再加上也没有经常的积水 也没有出现烂根的现象 那么茶花它没有烂根 为什么偏偏又出现了胶尖的现象呢 这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茶花呀 如果没有烂根 那么它胶尖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首先第一点就是湿度太低了 就是空气太过干燥 特别是北方地区空气太过干燥 那么茶花特别容易出现胶尖的现象 因为茶花它是一种南方花卉 它比较喜欢一个高湿度的生长环境 这个生长环境的湿度大概要在60%以上 它才能够长到好 如果湿度过低 叶片就特别容易胶尖 那么像这种情况呢 我们就一定要经常的给它喷洒水物 来增加这个湿度 但是在给它喷洒水物增加湿度的同时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水里面 加上一点这个燕圆路 因为这个燕圆路啊 它可以增强植株的抗性 而且还可以增强它的光合作用 将它稀释1000倍 然后呢给这个茶花进行叶面喷湿 不仅可以避免茶花叶面胶尖的现象的出现 而且呢它还可以让叶片更加的浓绿 积蓄的光合产物啊 更多更有利于茶花的生长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经常随意的搬动这个茶花的位置 茶花这种植物啊 它对养护环境的位置啊 特别的敏感 如果我们发现外面有光照 然后就把它移到光照的地方 然后一旦没有光照了 或者是一旦天气冷了 又把它移过来移过去 这样经常随意的搬动位置呢 它是很容易出现这个叶片胶尖的现象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茶花呢 不要随意的搬动位置 放在哪个地方呢 就长期放在这个地方养就可以了 也不要随意的转动这个方向 那么我们避开了这两点 然后呢 在平时养护过程中呢 盆土不要积水 然后保持盆土的偏酸性 那么茶花呢 就不会再出现这种胶尖的现象了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